想必裴大人已经有了调查结果 不过有样东西 还想请大人过目 这不是被云归扔了吗 裴小姐以为药粉包被云归扔了 想必你是知道这里面装的是什么 这还用猜 这还用问吗 这一看就不是什么好东西 你以为药粉包被云归给扔了 结果真不巧 它只是偷偷藏了起来 你别袖口喷人啊 我从来没见过你手里的东西 听说你不小心黏了一手的植物汁液 然后又用手去拿了这个药粉包 对吗 这种植物汁液干涸之后 会产生难以去除的气味 需要用特定的药水才能去掉 我信你闻闻 你手上的味道和这药粉包的味道 是不是一样 既然如此 裴小姐敢不敢吞下它 你正清白 这算什么证明清白啊 谁知道你有没有在里面加什么不该加的东西 爹 你不能听它 爹 你不能吃 爹 你不能吃这个 爹 爹 大人 爹 你今天吐了 爹 爹 你吐了 爹 水 有没有水啊 水 爹 爹 找水啊 不是 快点 爹 快 爹 没事吧 爹 快行了 你怎么吃啊 水呢 爹 你难不难受啊 你现在热不热啊 爹 你先喝点水 爹 完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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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眼睛开始泛红了 那叔叔说即刻就能见笑 我怎么办啊 我扔他 爹 看来依华所言不虚 假药的人真的是你 盈盈 你怎么可以做出这种事情来 你现在难不难受啊 你热不热啊 爹 你要不要去碰个人去找啊 你到底知不知道 你犯下了什么样的过错 我裴禀明 一生自诩公正怜悯 咱们就交出你这么个 罔顾法纪的女儿 我 爹 家门不幸 只乃是家门不幸呢 好 热不热 热不热 谁大人不必忧虑 这包只是普通的面粉而已 无需解毒 小女有错在先 幸得依华大夫既往不救 云归所为 关押数日 已作成戒 此案到此了结 了 云归 云归 倪 对不起 我是不是又做错什么了 无妨 没事了 心急之下才出此下策 如有得罪 请裴大人多多包涵 是老夫教女无方 冒犯了一华大夫 在此邪小女 诚意之欠 敬姑娘恕罪 爹 大可不必 还不快向一华姑娘赔罪 赔莹莹 对不起 那 明女先行告退 好 我带你回家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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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要别碰我 我带你回家 你回家 这是给我的奖励吗 奖励你又闯了祸啊 为了防止你又惹出什么乱子 特意给你准备了银针一包 如果遇到特殊情况 你就拿出银针赐下你的百慧穴 听明白了吗 好 百慧穴 在哪里啊 这个地方记住了吗 给 走了